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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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Jason教員 這次的踩街片 會分享一下我踩街的時候 我會做的一些動作 例如我踩街的時候 去到一些不太闊的路 例如我身上的斷單車路 會比較窄 或者行刃路也會比較窄 那我會怎樣踩呢 另外去到一些駁位 通常我是怎樣去過一些駁位 我之前有影片介紹過 但我自己的習慣會有另外一些玩法 另外你要停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一些殺停動作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方法 這次影片就要分享一下 我自己踩街的時候會做的一些技術 很多時候香港的路面 未必會有一些很理想的狀況 不夠闊 好像在我的眼睛這段路 會比較窄 很難做完整推收 但如果你做踏步 類似這樣 你去得不夠順 推步當然都是你的首選 但只可以做一些半推步 一個半推的動作 我自己一般是怎樣踩的 如果做不到 正常完整 我們會推完會滑到過去 會跌多一點的重心 但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話 當我一半的時候 我都會做推步 但我都是會先拿滾重心 然後再推一半 那樣子踩的好處就是 我先拿重心的推步 那速度 比你踏步來說 都會快 即是快不少 也會有一定的速度 另外很多時候 我們也要上一些矮的鞍子 之前有影片 我教過大家 其實你可以斜斜地 站上去 其實很簡單 或者你下跌的時候 前後腳 在這些矮鞍子上去 其實是不難做的 如果你夠快的話,其實衝上去也是一個選項 當然,速度要快,還有前後腳 另外,其實我自己會多一個選項 例如去到一些不平的位置 我自己會跳,但我不會跳起雙腳 玩花式那種跳,而是會做一個類似團跳的動作 即是我踩起一個抬頭 就是一個硬硬的動作 去到一些不平的位置 其實這樣就會比較安全 就不需要跳到很高 主要就是避開一些凹凸的位置 以及過一些障礙 這個Roller的拳跳 其實是很多時候玩Risset Skating的朋友 都會練到,放在踩街那裡 其實也有作用 其實跳躍就不只是玩花式用 很多時候你踩街,我自己都會做一些小的跳躍 不需要太高,只要落地夠平穩 所以你要配合前後腳去落地 都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去到一些位置 當時它是超不平的 例如沙子蓋面那些 就算充滿快滑過去 感覺不太舒服 所以選擇到時輕輕按下去 其實你就可以舒服一點 最後的動作就是停了 你踩街的時候很多朋友就很怕停那一下 很難很快地停 所以我也是會做一些組合式的殺側方法 亦都是我之前有影片拍過介紹的 你可以將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先做一個T壁 減了一定的速度 然後再做一個急轉停 其實整件事就會容易很多 亦都是安全穩很多 我自己比較喜歡就是我會這樣扭 然後再做一個急轉 如果需要停的話 我會這樣扭動 先減一減速 首先你蛇仔會減一定的速度 因為停的時候 我就自己喜歡做一個 就是Parallel那種類似Hockey Stop 抹開腳 因為你踩街停的時候 你壓開腳 停就會覺得安全一點 穩很多 因為我是要停的 不是要扭動 如果你要扭動 可能合腳 Parallel Stop就會扭動很多 但是你跌的機會就大很多 如果空間夠的話 我做一個急轉 減一減速 最後那一刻 再這樣扭動 有些朋友喜歡做拖停 減多點速度 再這樣扭動 都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同一時間 認識三種 踩街要停的方法很重要 T Brake A字急轉停 以及Parallel那種急轉停 都是相當重要 三大要素 踩街直路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 我會做一個半推動作 但是半推 如果你不太習慣朋友 需要去一些平的地面做半推 你會安全感大一點 其他踩街停的一些方法 以及你過一些障礙跳的動作 你需要找一些位置 例如現在我身後的一些位置 你看到有些省渠 有些沙井過 去那些位置連 你的信心會大一點 同時那個地下 都是偏比較平滑 當然你是新手踩街的朋友 你就要去VOLA場 連就會好一點 但只是練到半推的練習 其他踩街殺制 跳的動作 你就要找一些合適的地方 希望這次影片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一點 我自己踩街 我平時的習慣會做些什麼 讓大家可以留街的時候 多個參考狀 以及讓大家的留街信心可以再大一點 我自己踩街 我自己踩街 我自己踩街